非公偏上 莫子说 古时候的王公贵族都想得到好处 不想吃亏 想过安稳的日子 不想有危险 所以在打仗的时候 他们都反对进攻别人 现在有个人 偷偷跑到别人的果园里 摘了桃子和李子 大家听了都会骂他 当权的人知道了也会惩罚他 为时莫呢 因为他损害别人的利益 来谋求自己的利益 再比如说 有人去抢别人养的狗 猪 鸡 豚 这种行为比偷逃 李更不易 为时莫呢 因为他损害别人的利益更多 他的不仁更严重 罪过也更大 再比如说 有人杀了无辜的人 扒了他们的衣服和啤酒 拿走了他们的武器 这种行为比抢马牛更不易 为时莫呢 因为他损害别人的利益更多 只要损害别人的利益越多 他的不仁就越严重 罪过也越大 在这种情况下 天下的君子都会知道这是不对的 都会批评他是不易的 可是现在有些人居然大举进攻别国 却不觉得自己有错 还跟着称赞他们是意识 这样的人能分辨什么是意识模式不易吗 杀一个人就是不易的事情 必须受到死刑 按照这个道理 杀十个人就是十倍的不易 必须受到十次死刑 杀一百个人就是一百倍的不易 必须受到一百次死刑 在这种情况下 天下的君子都会知道这是不对的 都会批评他们是不易的 可是现在有些人居然大举进攻别国 却不觉得自己有错 还跟着称赞他们是意识 他们真的不知道自己做了不易的事情吗 如果真的不知道 那么他们为师摩要把自己做过的事情 写下来留给后世呢 如果真的知道自己做了不易的事情 那么他们又为师摩要把自己做过的事情 写下来留给后世呢 现在有些人就是这样 看到黑色的东西少的时候 就说是黑色的 看到黑色的东西多的时候 就说是白色的 这样的人能分辨什么是白石摩是黑吗 吃到苦的东西少的时候 就说是苦的 吃到苦的东西多的时候 就说是甜的 这样的人能分辨什么 是甜什么是苦吗 做一点坏事的时候 就知道自己错了 做很多坏事进攻别国的时候 就不知道自己错了 还跟着称赞自己是好人 这样的人能分辨什么 是好什么是坏吗 所以我们要知道天下的君子 要分清楚什么是意什么是不易 不要混淆了 非公偏重 莫子说 古时候的国王和大臣 治理国家的时候 都很注意别人对他们的评价 奖赏和惩罚都很公平 法律和政策也不会出错 所以他们不会去打仗 现在的人呢 只要一有机会就想发动战争 冬天出兵怕冷 夏天出兵怕热 这样一年四季都不得安宁 春天的时候 让老百姓放弃种田种树 秋天的时候 让老百姓放弃收割收获 这样一来 老百姓没有东西吃 又没有衣服穿 冷饿地死去活来 死的人数不计其数 再看看军队吧 逐渐 羽毛 帐篷 盔甲 盾牌 公努 这些东西都是花钱买来的 一打仗就都坏掉了 没有办法再用 还有长矛 挤 刀 剑 马车 这些东西更是贵重的武器 一打仗也都碎了蛇了 没有办法再用 还有牛马呢 出发的时候还是肥肥壮壮的 回来的时候就变得兽骨临巡了 有些孩子在路上没法回来 还有路上走得远远的 粮草断了补不上 老百姓饿死的也不计其数 还有住宿和饮食呢 也不安全不及时不合理 老百姓因此生病死亡的 也不计其数 打仗造成这魔多人死亡 真是太可怕了 国家治理的时候 夺走老百姓的生活用品和利益这魔多这魔多 他们为时魔要这魔做呢 他们说 我们贪图打声仗的名声和利益 所以才要这魔做 莫子说 你算算你打声仗得到了什么 根本没有什么用处 你算算你得到了什么 还不如你失去了什么多 现在你攻打一座三里昌的城池或者七里昌的城锅 就算你不用花多少力气 也没有杀多少人就拿下来了 可是你杀了多少人呢 多的话可能有几万人 少的话可能有几千人 然后你才能拿到三里长或者七里长的城池或者城锅 现在一个万成之国 如果空虚了几千人就被攻陷了 如果广阔了几万人就被击退了 那么土地呢 只是你多余的东西 老百姓呢 才是你不够的东西 现在你把所有的老百姓都杀光了 让自己和上面的人都陷入危险 为了争夺一些空城 这就是你放弃不够的东西 而重视多余的东西 这样治理国家 不是国家的本分 有些人为了美化战争 他们说 南方有金楚和吴越的国王 北方有齐进的君主 他们刚开始被封为诸侯的时候 他们的土地只有几百里方圆 他们的人口只有几十万人 因为他们打仗 他们的土地变成了几千里方圆 他们的人口变成了几百万人 这就是打仗的好处 莫子说 就算有四五个国家能够从打仗中得到好处 我还是觉得这不是正道 就像医生给有病的人开药一样 现在有一个医生在这里 他把自己的祝福和药物混合在一起 给全世界有病的人吃 如果有一万个人吃了这个药 只有四五个人得到好处 我还是觉得这不是行医 所以孝顺的儿子不会用这种药来养自己的父母 忠诚的臣子不会用这种药来养自己的君主 古时候 封建诸侯 在远方听到过他们的名声 在近处看到过他们的面貌 因为打仗而灭亡的不计其数 我怎么知道这是真的呢 东边有一个叫做举国的地方 他很小很弱 在大国之间夹缝求生 不尊敬大国也不讨好大国 所以东边的岳人割走了他的土地 西边的齐人并吞了他 我算算举国之所以被齐岳消灭 就是因为打仗 南边有陈才两国 他们之所以被吴岳消灭 也是因为打仗 北边有且一 不者和两国 他们之所以被厌代胡莫消灭 也是因为打仗 所以莫子说 古事后有句话 想要成功 就要从过去失败中学习 用看得见的事情 来推测看不见的事情 想要这样做 就可以知道成功与否了 有些人为了美化战争 他们说 他们不能管理好自己的人民 所以才灭亡 我能管理好自己的人民 用这种方法打仗于天下 谁敢不服从我呢 莫子说 你虽然能管理好自己的人民 你难道比古时候的吴王和驴还厉害吗 古时候的吴王和驴 他训练了七年的兵马 带着他们跑了三百里路 住在树林里 从险峻的小路出来 打了一场白举之战 打败了楚国 然后去拜访了宋国和鲁国 到了他儿子夫差的时候 他又北上攻打齐国 住在温水上游 打了一场爱陵之战 大败了齐国 然后住在大山里 他又东下攻打越国 渡过了三条江和五个湖 然后住在回击山 东南方的九一之国都向他臣服 可是他回来以后 就不知道感谢自己的将士 也不知道照顾自己的百姓 只是自以为是的 夸耀自己的武功和智慧 也不再训练兵马 他还想要建造一座孤苏台 花了七年都没有建成 到了这个时候 吴国的人都对他失去了信心 岳王勾剑看到吴王和他的人民不和睦 就带着自己的人民来报仇 他进入了北城门 占领了皇宫 包围了王宫 然后吴国就灭亡了 以前晋国有六个将军 其中智博最强大 他的土地很广阔 人民很多 想要和其他诸侯抗衡 想要成为英雄 所以他挑选了自己最厉害的士兵 统计了自己最多的船车 先攻打重航士 然后占领了他们的地盘 他觉得自己已经很强大了 又攻打资范士 然后大败了他们 他把三个家族合并成一个家族 还不满足 又包围赵湘子在晋阳城里 到了这个时候 韩魏两国也联合起来商量说 古时候有句话 纯王则齿寒 如果赵国今天灭亡了 我们明天就跟着灭亡 如果赵国明天灭亡了 我们今天就跟着灭亡 施经理说 于没有谁怎么活 陆地上的人怎么办 所以这三个国家的君主 一起合作努力 打开城门清理道路 穿上盔甲带上士兵 韩魏从外面攻进来 赵国从里面反抗 一起打败之伯 所以莫子说 古时候有句话 君子不会用水来照自己的脸 而会用别人来照自己的行为 用水照自己的脸 只能看到自己的样子 用别人照自己的行为 才能知道自己的好坏 现在你觉得打仗是有好处的 你难道没有从 智博的事情中学到教训吗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 打仗是不好的 是会带来灾难的 这是很容易知道的 非公偏下 莫子说 现在天下的人都说什么是好的呢 是因为他们对天 对鬼 对人都有好处 所以才说好的吗 还是因为他们对天 对鬼 对人都没有好处 所以才说好的吗 就算是最笨的人 也会说 是因为他们对天 对鬼 对人都有好处 所以才说好的 现在天下的人都同意的事情 就是圣王的法则 现在天下的诸侯 大多数都不打仗了 就是因为他们遵循了圣王的法则 如果他们只是嘴上说不打仗 实际上还是打仗 那就是只有名字 没有实际 这就像一个瞎子和别人一起 说什么东西是白色 什么东西是黑色 但是他自己分不清楚 这样能算是有区别吗 所以古代的聪明人 在做天下的事情之前 一定要先考虑到他的道理 然后再去做 这样做了之后 就不会有疑惑 就能很快地成功 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而且还能符合天 鬼 百姓的利益 这就是聪明人的道路 所以古代的人人 当了天下的主人之后 一定会反对大国打小国 让天下和平团结 让四海之内都归顺自己 然后带领天下的百姓 去耕种田地 去敬集上帝和山川鬼神 这样做了之后 帮助了很多人 功劳也很大 所以天会赏赐他们 鬼会保佑他们 人会赞美他们 让他们做了天子 拥有了天下 名声和天地一样久远 直到现在也没有消失 这就是聪明人的道路 先王们当了天下主人的原因 现在的君王和大臣 天下的诸侯就不一样了 他们一定要挑选最厉害的士兵 统计最多的船车 穿上坚固的盔甲 拿上利器 去攻打没有罪过的国家 进入别人家里面 把别人种的农作物都割掉了 把别人种的树木都砍掉了 把别人建造的城墙和水区都毁掉了 把别人养的牲畜 都杀掉了或者抢走了 把别人祭祀祖先的庙宇都烧掉了 把别人的万民都杀光了 把别人的老弱都赶走了 把别人的财宝都搬走了 然后他们就在战场上说 谁敢不听命令 谁就要死 谁杀的人多 谁就是好 谁受了伤 谁就是差 更别说乱了队形或者逃跑了 那就是死罪无赦 用这种话来威吓自己的人 他们没有并吞别的国家 或者打败别的军队 就是残害万民 破坏圣人的秩序 他们以为这样做对天有好处吗 他们用天下的人去攻打天下的城市 这就是杀害天下的人民 想夺神明的位置 推翻设计的根基 杀害祭祀神明的牲畜 这样做对天没有好处 他们以为这样做对鬼有好处吗 他们杀害神明 灭掉鬼神的主人 废掉先王 残害万民 让百姓离散不安 这样做对鬼没有好处 他们以为这样做对人有好处吗 他们杀害人民 这怎么能算是对人有好处呢 再算算他们花了多少钱 这是造成生灵涂炭的根源 用尽了天下百姓的财富和资源 数不胜数 这样做对人没有好处 莫子说 现在打仗的人 有什么不利的地方呢 就是将领不勇敢 士兵不听话 兵器不好用 训练不够熟 军队不够多 士气不够高 威信不够重 打不了多久就会受伤 打不了多快就会失败 后代不会强大 心里不会坚定 和自己的国家和诸侯都不信任 和自己的国家和诸侯都不信任 就会让敌人有机可乘 如果只有这些缺点 还要去打仗 那就是让国家乱了秩序 让百姓辛苦了 现在没有看过那些说好打仗的国家 如果要出兵 贵族和平民都要几千人 士兵都要十万人 才能够动员起来 如果打得久一点就要几年 如果打得快一点就要几个月 这样一来 上面没有时间治理国家 下面没有时间做自己的事情 农民没有时间种田收割 父女没有时间仿杀织补 这就是让国家乱了秩序 让百姓辛苦了 而且还要考虑到车马的损坏 帐篷和被子的消耗 三军的需求 假兵的准备 如果能拿回五分之一的东西 就算是很好了 而且还要考虑到路上的死伤 路途遥远 粮食不够送到 吃饭喝水的时候 还有很多人因为饿 冷 冻 生病而死在路边或者沟渠里面 这些数量都无法计算 这些都是对人没有好处的事情 天下受害很大 而君王和大臣 却很高兴地这魔作 这就是高兴地杀害天下的万民 岂不是太荒唐了吗 现在喜欢打仗的国家有其 晋 楚 月 如果让这四个国家 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打仗 他们都要增加自己国家的人口十倍 才能占领自己想要的土地 这就是说人不够用的地方太多了 现在他们又因为争夺土地 而互相攻打 这就是减少不够用的东西 而增加太多的东西 现在喜欢打仗的君主 还美化自己的话来 反驳莫子说 你说打仗 不对不易不利于万物吗 以前大禹征法有苗 汤王征法夏节 武王征法商咒 他们都被称为圣王 这是卫石魔呢 墨子说 你没有理解我的话的意思 没有明白我的道理 他们不是我说的打仗 是我说的诛杀 以前又苗造反了 天命大禹去消灭他们 天上出现了很多怪异的现象 证明天意如此 大禹就带着天赐的神器 去征法有苗 有苗的军队大乱 最后被消灭了 大禹就把山川分开 把万物分位 把天下统一 让神明和百姓都服从他 天下就安静了 这就是大禹征法有苗的原因 后来夏节做了暴君 天也出现了很多怪异的现象 证明天意如此 天就命令汤王 去接受夏朝的天命 夏节已经乱了德性 我已经结束了他的命运 你去攻打他 我一定让你成功 汤王就带着自己的人 去攻打夏节 天又派来暴风雨 毁掉夏朝的城市 不久 有神灵来告诉汤王说 夏节已经乱了德性 你去攻打他 我一定让你成功 我已经接受了天命 天命会在夏朝城市的西北角放火 汤王就带着夏朝的人民 去打败了夏节 把诸侯都召集到伯 宣布天命和四方通好 让天下的诸侯都归顺他 这就是汤王征法夏节的原因 再后来 商周做了暴君 天也不满意他的德行 祭祀也不按时半 天上出现了很多怪异的现象 证明天意如此 有一只红色的鸟 拿着一块玉 降落在周国的骑射 说 天命周文王去攻打商周 太殿来拜访周文王 河水里出现了一张绿色的图案 地上出现了一匹黄色的马 武王做了功劳 在梦里见到三个神灵说 我已经让商周沉迷于酒色而失去德行了 你去攻打他 我一定让你成功 武王就去攻打商周 反商建州 天赐武王以免黄色的旗帜 武王打败了商周之后 迎接上帝降临 分配各种神灵的职责 祭祀商周和先王 和四一通好 让天下没有敌人了 然后继承汤王的事业 这就是武王征伐商周的原因 如果用这三个圣王来看 他们不是我说的打仗 是我说的诛杀 现在喜欢打仗的君主 还美化自己的话来 反驳莫子说 你说打仗不对不易不利于万物吗 以前楚国的雄历刚开始 只有居山折磨一点地方 越国的一窥刚开始 只是有居折磨一点地方 刚开始建立越国 唐叔和吕上刚开始建立齐国和晋国 他们一开始的地方都只有几百里 现在因为打仗并吞别的国家 就把天下分成了四分 这是魏石魔呢 莫子说 你没有理解我的话的意思 没有明白我的道理 以前天子刚开始封建诸侯 有一万多个 现在因为打仗并吞别的国家 一万多个国家都灭亡了 只剩下四个国家 这就像一个医生给一万多个人开药 只有四个人好了 这样能算是好医生吗 现在喜欢打仗的君主 还美化自己的话说 我不是因为缺少金银珠宝 美女土地才打仗的 我是想要在天下建立自己的名声和道德 让诸侯都来归顺我 莫子说 如果真有能够在天下建立自己的名声和道德 让诸侯都来归顺他的人 那天下就会自动服从他 现在天下已经打仗很久了 就像船子 只一个人 说的像马一样乱跑 如果真有能够先帮助天下诸侯的人 如果有大国不义 就和他们一起担心 如果有大国攻打小国 就和他们一起救援 如果有小国成墙不坚固 就让他们修好 如果有小国缺少粮食 就给他们送去 如果有小国缺少钱财 就和他们分担 用这种方法影响大国 就会让小国的君主高兴 让别人辛苦而自己轻松 就会让自己的兵器强大 宽厚仁爱 适时灵活 就会让百姓归心 用不打仗来治理自己的国家 攻打别人就会容易 算算自己出兵的花费 和别人打仗死亡的数量 就会知道自己得到了多少利益 严格公正 政治名声 一定要宽待自己的人民 信任自己的将士 用这种方法指挥诸侯的军队 就会让天下没有敌人 得到的好处就不胜枚举了 这是天下的利益 而君主和大臣不知道也不用 这就是不知道天下的大事 所以莫子说 现在天下的君主和大臣 世身君子 如果真的想要增加天下的利益 减少天下的害处 就不应该打仗 这是天下的大害 如果想要做仁义的事情 想要成为高尚的人 想要遵循盛盲的道路 想要符合国家百姓的利益 就应该反对打仗 这是必须要注意的事情